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面的课程他有个问题 他说老师啊 我会发现设计师很有创意啊 但是我没有创意 所以我干不了设计师 那创意是从哪里来的 那这节课 我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怎样能够让自己呢 能够脑洞大开 能够产生更多创意的一些方法 首先我们认为 创意最主要的来源呢 就是生活本身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看这张图 你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场景 或者你在生活当中 一定有这样的一种 在牙膏用到最后的时候 会有类似的一些困扰 比如说我们可能生活当中呢 有很多一些类似的这种例子 我们没有去发现它 或者我们视而不见 我们觉得这些东西 都司空见惯 习以为常了 但是设计师不一样 设计师能够发现这些问题 那这就是生活 最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启示 我们怎样从生活当中 能够发现一些 平时大家注意不到的一些东西 并把它转化为设计灵感 那当然我们遇到挤牙膏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想 那我们会说 挤牙膏确实到最后不好挤啊 那为什么不好挤啊 因为牙膏头这部分呢 头部呢 它是一个硬塑料 而它的这个管是个软的 那挤到最后的时候 这个角度问题呢 就可能挤不干净 可能这个在二三十年前的时候 那当时的这个牙膏主要 牙膏呢 最主要的是用那种 这个这个金属材料 或者说一些吸的材料来来做的 所以吸管呢 它好处是什么呢 就比较容易挤压 然后呢 你经常看到 可以用手啊 或者用其他工具来进行挤压来做 但是现在都用塑料来做 反倒使得 这个牙膏呢 挤得更不干净了 那能不能采用新材料啊 所以设计师就考虑说 哎 我在喝牛奶的时候 那个利乐装的那种 牛奶可以倒得很干净 那我能不能用这种纸质材料 来用在牙膏包装上 因为它本身呢 有一些就是附膜的一些处理 所以呢 它同时呢 又可以保证 这个不露出来 既然可以装牛奶 我就可以装牙膏 没问题 所以创意就是这么产生了 一种新材料 如果应用于牙膏的包装会怎样 那至少说 我们说挤起来更方便一些 比如说像这样 图上这样 我们可以在这个牙膏头上呢 装一个 这样一个扭扣 然后呢 往下拉下来的时候 就把牙膏封死了 用的时候我们把它打开 就可以把牙膏挤出来了 那这样的方式行不行啊 似乎有一点道理 当然这取决于这个开口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用的牙膏 因为口是圆的 所以它起出来的大部分是圆柱形的 这样的一种形状 那用这种形式 起出来的可能不再是圆柱形 但这种方式也会有那种合理性 那我们继续往下发展 那创意有了 用一种新的材料 那它会对设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它可能会方方面面 比如造型上 也许到这个时候 我们的牙膏就不再是一个圆柱形了 有可能我会变成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形状 那比如说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 站在三角形的这个形式行不行啊 变成三角形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头呢 能够挤出来的这个部分呢 更多一些 然后呢 因为纸质的这种造型 也可以呢 用手呢 方便 施力 让它最后的部分呢 能够挤出来 到了用到最后的时候 可以折叠一下 使得头部的那部分呢 更容易把剩余的牙膏挤出来 所以这种方式就可能造成一些形式的一些变化 所以设计呢 就可以围绕这个方式呢 来进行完善 那到最后 我们这个当然停留在一个设计角度是不够的 我们将来还意味着要把设计变成产品 那产品呢 就意味着怎么去生产 怎么去制造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还有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运输 包装 你会发现 至少跟原来的牙膏相比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就是包装省掉了 因为本身 这种三角形的这个容器就是一种包装 而不像 现在我们用的这种管装的这种牙膏 还需要一个方形那个盒子 这方面也会降低成本 也会使得呢 这个 我们的这个 对于环境的这种污染呢 得到控制 另外 在运输过程当中 三角形的这样的这种牙膏 那要比普通的这种管装牙膏要节省 那可能同样的数量的牙膏 那管装牙膏呢 需要三辆车来运输 而一个这样的三角形的牙膏呢 可能只需要一辆卡车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所以这就是设计转换成产品过程当中 所面临的一些新的问题 那到这里是不是设计到的终点了 不是 那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那变成产品 产品呢 最重要要回馈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 那最后我们还要再考虑 在实惠当中有没有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样一个循环里面会发现 生活是创意和设计的起点 也是终点 因为我们所有的设计和创意 都是为了生活来服务的 我们就需要在生活当中去发现这些问题 然后最终呢 要在生活当中去解决这些问题 这才是我们去研究设计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那生活能够让我们发现很多很多的一些存在的问题 然后进行解决 很多我们看到的一些小的一些问题呢 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个很棒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经常会拿这张图 跟同学们去分享 这是什么 这是一本书 但是你去看这本书 又跟普通书不一样在哪 它每一页都是一样的 每一页上面都差不多 都印着一个色条 那似乎我们一张张去翻的时候 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 但是当你把这本书翻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一道彩虹 就在书本当中浮现出来了 所以我经常讲 我说这不是一本书 这是什么 这就是生活 因为我们每天过的日子都差不多 今天 昨天 明天 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似乎我们每天都在这样一天天天重复当中度过 我们似乎一直在想 我们希望去追求的彩虹在哪里 一直没有找到 但是当你走过了这些日子之后 无意间的翻起来这些过去的这些日子 你会发现 其实彩虹就在你身边 只是你要去发现它 所以我们作为设计师就需要从 身后当中 要不经意的去经常翻起 然后去发现我们要需要发现的这些彩虹 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 那对于不是设计专业的我们这些同学们 可能你们也需要更多的去我们过去的生活当中 和你今天的生活当中去寻找一些灵感 或者说找到一些值得我们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理由 我们会发现其实美好并不遥远 只是需要我们怎样去发现 你会发现可能身边的人或者你周围的环境 其实有很多值得你重新发现 重新认识的地方 那还是回到我们的设计当中去 那生活当中是怎样来发现这些创意的 那我给大家看这样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这个花生的一个包装纸袋 我们知道类似的这种纸袋 其实我们的使用过当中都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吃完花生之后 这个皮不知道在哪儿 壳不知道在哪儿 所以设计师非常巧妙的 在这个纸袋上做了一个夹层 很简单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就是我们似乎这样的设计只是举手之劳 但是它带来的这种便利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生活当中其实需要的是这样的创意 复杂吗不复杂 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改变 但是能够带来很大的一个方便 我觉得这是设计师所追求的 但是首先你要发现问题 你要找到问题在哪里 你要经常的在生活当中 去把这些潜在的需求去挖掘出来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设计 不一定是设计师 可能咱们每个同学 你自己在你生活当中也能够发现它 下面给大家看几个垃圾箱的设计 大家提起垃圾箱会觉得这东西就放在鸡脚杆里边 都平时不注意到它有什么设计图 其实我们仔细去研究它会发现里边有很多东西 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比如说大家看这张图 这是一个可以自动打包的垃圾箱 它用了一个打包机的一个原理 打包机是什么 大家如果去超市里边买菜买肉 经常会用到 它可以自动的把它一些塑料袋打好包装 那这样的东西为什么要放在垃圾箱上呢 其实我们如果平时去收垃圾放垃圾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样一种体会 因为最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垃圾袋从袋子里边拿出来 有时候太满的话容易洒出来 更麻烦 而且很脏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把垃圾袋 从这个垃圾桶里边套了之后 在旁边这个打包机这边重新压一下 就自动的把这个垃圾打好袋了 就味道什么都不会再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 在时光当中能够有效的解决 这个垃圾袋的一些泄漏啊 一些气味的一些问题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 在街头的时候 很多人扔垃圾的时候 经常不小心就扔到外边去了 为什么 有时候可能是口太小 有时候或者你离得很远 就把它扔过去 那设计师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设定 他运用了我们小时候玩的 那个万花筒的一个设计 在这个垃圾箱内部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玻璃 然后呢 当垃圾扔到里边的时候 产生了一些这个光源关系 使得出现了一些很奇妙的一些图案 不同颜色的垃圾在里边呢 可以通过这个垃圾箱的一些 就反射 出了一些特别的一些景象出来 那当你每扔进去一个垃圾 都使得这个里边的一些排列事件呢 发生一些改变 都会产生不一样的那种效果出来 所以就有很多人特意去拿个瓶子啊 或者一个碎纸啊 过去扔到里边去 看看里边会产生什么样的一种效果出来 结合了一些区域性的一些设计 使得垃圾箱变成了一个很好玩的 一个让更多人参与的一个产品 我觉得这个设计呢 它能够使得我们和产品之间的那种关系呢 更加紧密 也是解决了我们生活当中实际的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一次性的垃圾箱 当垃圾满了之后 你可以把这个垃圾箱直接的扔掉就好了 你会发现里边都是一次性的这样的一个纸杯的一个设计 就好像纸杯一样一层层的 每次我们只需要抽出来一个垃圾箱 然后包起来扔掉就好了 既有垃圾袋的作用 又有垃圾箱的作用 而且呢 这种一次性的那种方式呢 感觉呢 能够更好的解决了我们这种卫生的这种问题 我觉得这种垃圾箱可能比较适合医院啊 等等一些特殊设计场合使用 如果放在家里边 可能也会有同学会质疑 是不是会造成一些新的浪费 讲到这里 我们会发现 即使一个垃圾箱 也会有很多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创业在等着我们 那只是需要你去怎样去发现 我们身边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新的视角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设计师有一天呢 在报纸上读到了一个新闻 说有一个商人 然后呢 因为破产了 跳河自杀了 他把自己脖子上绑了一个大石头 然后呢 扔到河里边 然后最后淹死了 大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同情啊 或者有点挺这个伤感的 这样一种情绪在里边 但设计师不一样 我觉得设计师总是一种 有一些很奇怪思维的这样一种生物 他也会用一种自己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他在想 这个东西会不会给我产生一些什么灵感呢 那设计师就设计了这样一个东西 大家看到了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浴缸塞 什么浴缸塞啊 就是我们在洗澡的时候 在浴缸里面放满水 然后呢 在西方人他们比较喜欢打泡泡 最后泡出大马拉整个浴缸里面撑满了水 那洗完澡之后怎么办呢 他需要在这个浴缸底下去找啊 找塞在哪儿 把那塞的拔掉 水就漏掉了 那设计师就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他就刚才把那个新闻里面 讲到的破产商人那个形象 用到了这个浴缸塞的设计上 因为这个破产商人这个人形的这个图形呢 是用塑料做的 所以呢 他会浮在水面上 脖子上系着一根金属的链子 然后呢 连接到浴缸塞上 所以你在洗完澡之后 可以在水面上很容易的找到了 这样一个人形的这样一个玩偶 把它往上用力 就可以带着把这塞子给打起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甚至看到了这个破产商人 他这样比较伤感的这样一个嘴的这样一个形状的时候 你甚至还觉得有一点滑稽或者有一点这种 这种笑中带泪泪中带笑的这样一种感觉 似乎充满一点讽刺的味道 所以我们觉得设计师会觉得生活并不是完全是一种这种悲伤的一种情绪在里边 我们可以把它转移成一种欢乐的这种气氛 甚至用一种比较有趣的手法去把它来进行诠释出来 给大家看到的这样两个盘子呢 是由泰国的设计师设计的一个品牌 它的名字叫Mr.P 大家注意看这个盘子上的图案 我觉得也充满了一些生活的一些小情绪在里边 看到这个盘子 看上去像恶作剧一样 然后你朝着前面的那个人去撒尿 然后尿到了前面那个人的腿上 然后脸上会有一种得意的笑容 但是反过来来看 你看到后边的人在同样的办法来施加到你的身上 所以这里边就有点那种佛教里边的一种因果循环的这样一种作用在里边 这就是泰国设计师他用了自己的一种哲学思想 或者说他们对于佛教的一些理解 把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到了这种世界当中去产生了一种特别的一种 这种感觉在里边 所以我们会发现生活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奇妙的东西值得你去发现 只不过我们被一些生活当中的金包算皮的一些琐事蒙蔽了自己的眼睛 我们失去了对生活对周围世界的一种好奇心 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孩子学习 我们要学会去探索一些未知的世界 或者我们把我们已知的世界当作未知的一种领域去开拓 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新的创意出来 对周围世界的闪力